女孩摸了摸大黄蜂的手臂 教她如何在地球隐秘生活 当有人来时应该怎么办 还很聪明 当只有你我时呢 而下一秒 女孩突然大喊有人来了 她紧接着躲进了石头背面 然后抬头一看 大黄蜂居然也摆出同样姿势 学得有模有样 女孩也是无奈苦笑 大黄蜂这才反应过来 应该变成汽车人 傻乎乎的真是可爱 然后像个犯错的小孩一样 蹲在女孩面前 可大黄蜂为什么要四处躲藏呢 原来在不久之前 大黄蜂的木星赛博坦星 爆发了惨烈的内战 擎天柱带领的汽车人 不敌霸天虎 一个个汽车人倒下阵来 危及关头 擎天柱让麾下的成员 前往宇宙各处现行躲藏 以备将来重建军队 其中第127号机器人逃到了地球 也就是后来的大黄蜂 却不料在降落地球时 霸天虎也一同追了过来 威胁大黄蜂说出同伴位置 大黄蜂到死都不说 双方在最后的战斗中 大黄蜂丧失了语言功能 甚至记忆模块也损坏 从此销声匿迹 直到这一天 这个女孩花了五毛钱 买了一辆甲克虫 正要给车辆装上大灯 结果下一秒 机器人突然开始变身 一个机器人站立在女孩面前 女孩被吓得瞬间压麻呆住 不知所措的大黄蜂 面对着陌生的环境 也躲在小角落里 女孩试图上前打招呼 大黄蜂被他手中的扳手 吓到了不敢靠前 女孩赶紧收了起来 向其表示友好 温柔地抚摸着大黄蜂的脸颊 于是在后来的日子里 两人成了非常好的朋友 可就在这时 经常在女孩面前 嘚瑟的一帮同学围了过来 嘲笑她的汽车太垃圾 大黄蜂这怎么能忍 本着有仇必报的原则 晚上他们来到那个女孩的住处 女孩拿着卫生纸 向大黄蜂示范 怎么将这玩意扔他家树上 大黄蜂一看就明白 直接将所有卫生纸扔了过去 但这好像太简单了 小黑拿出一个鸡蛋 给大黄蜂示范 怎么用这个杂气车 他一点就通 直接将所有鸡蛋拿了过去 然后倒在车顶上 双手给他搓来搓去 这操作也是惊呆了两人 大黄蜂很是得意 结果直接给车辆来了一脚 将车辆彻底给他报废 甚至还欢快地在上面跳起了舞来 这下把两人整懵了 吓得赶紧躲藏 让大黄蜂也赶紧躲藏起来 只见他将车辆推翻 然后双手抱头 女孩只好站起来挥手 大黄蜂这才明白 两人快速逃到车里离开现场 不料被测速的交警逮个正着 对方在后面紧追不舍 大黄蜂也不慌不忙 直接开到了路边外围 但险些坠落山崖 好在及时伸出一只机械臂 抓住路边围栏 然后快速飞驰 回到了马路上 但交警仍没有打算放过他 一直开到了隧道里 眼看就要追了过来 大黄蜂直接将两人座椅放倒 交警一看 居然是一辆无人驾驶汽车 随后交警试图将其逼体 直接挤到了路边上 无奈之下 大黄蜂只好紧急变身 直接从隧道顶头穿越障碍物 一个大翻转直接降落在交警车前面 把他的车辆也给整包废了 最后安全逃离了现场 但殊不知更大的危险即将来临 与此同时 霸天虎也降临地球 为了快速找到大黄蜂的位置 他们与人类合作 全球范围内搜索大黄蜂 而就在这天 女孩将大黄蜂独自留在了家中 还将它织盖了起来 但一条狗的出现打乱了局面 听到声音的大黄蜂也随即变身 看到狗狗直接从狗洞穿了过去 他也跟着学了起来 试图从狗洞穿过去 结果 他侧身而过 小心翼翼地站立起来 差点把吊灯弄坏 看到桌子上有一杯饮料 结果手一泡 直接给捏爆了 里面的饮料刺了他一瓶 惊慌失措地在房间内晃来晃去 将后面的书柜里的东西洒落一地 不小心又碰到一个电视 他很是好奇 直接往后一退坐在沙发上 结果差点把狗狗送走 还不忘给狗狗说声抱歉 然后准备坐在沙发上欣赏一下这电视 结果 他又退后看看其他的 桌子上的咖啡机引起了他的兴趣 拿出来闻了闻 没有汽油的美味 随后他又摆弄起了定时器 结果咖啡不停地往外冒 试图用手堵住 似乎没什么作用 慌乱之下 他直接将咖啡机连着电源线给拔了出来 看了一下旁边的狗狗 记住这都是你干的坏事 随后他又看到了旁边的电源插口 直接伸出手指插了进去 结果整个电流涌入他体 甚至激活了他体内的能量体 而巨大的电流又随着电线流入 这一能量波动 也被军方监控到了 很快锁定了大黄蜂的位置 准备派出军队前去抓捕 而女孩和小黑这边正驾驶着大黄蜂在路上行驶 结果就被军队拦截了下来 大黄蜂见状也顾不上一切直接变身 随手一甩把士兵扔了出去 将女孩安全的守护在身旁 抱着他直接跳下山崖 然后一路快速逃跑 却不料遇到了更大的危险 两架战机迎面驶来 落地的一瞬间突然又变成了汽车 随后一个翻滚 又变成了两个霸天虎 二话不说的直接发射一枚炮弹过来 大黄蜂随即变身 但炮弹的威力着实巨大 还是将女孩冲击到一旁 随后两个霸天虎直接向大黄蜂发起攻击 丧失记忆的他现在毫无战斗力 紧接着又被军方用电绳偷袭困住 被打得浑身抽搐 女孩还想上去阻止 结果也被电晕了过去 等大黄蜂醒来 已经被霸天虎用绳锁困在半空中 红霸虎逼问他擎天柱在什么地方 但他就是什么不说 蓝霸虎直接给了他一举 才发现原来他的记忆模块已经损坏 随后又直接踩到他的胸口上 不料弹射出擎天柱的全系投影 从中得知了擎天柱很快就会降临地球 红霸虎决定通过人类的信号塔 将消息传送给微震天 到时所有的霸天虎都将降临地球 并一同消灭地球 眼看人类已经没有了利用价值 蓝霸虎直接一炮将人类专家干掉 又一炮将没用的大黄蜂杀死了 随后霸天虎变身飞机离开了这里 女孩看着瘫倒在地上的大黄蜂很是难过 试图能够将它唤醒 于是他拿起了旁边的电击枪 试图用它起到电击起搏的作用 一发不行 就再来一发 只见电流穿透他整个身体 但就是不见他苏醒 女孩很是绝望 就在这时 大黄蜂真的苏醒了过来 就在他们准备离开时 军方突然赶了过来 再次用电绳试图将其困住 眼看就要被人类拆分隐喊西北 他的记忆突然恢复了 眼睛变成了红色 瞬间切换成了战斗模式 向人类发起疯狂攻击 面对大黄蜂的强大攻势 人类溃不成军 就在这时 女孩让他赶紧停手 瞬间又变成了可爱模式 眼下最重要的就是 前往信号塔 阻止霸天虎向威震天发射消息 否则一场大战在所难免 女孩随即跟随大黄蜂 前往信号塔 与此同时 霸天虎已经将信号源安装完成 正是图通过人类卫星 将消息传送过去 关键时刻 大黄蜂也终于赶来 他将女孩放在了箱子里 防止他受到伤害 随即向信号塔方向跑去 并连续向其发射攻击 蓝霸虎紧忙下来 双方撕打一起 这是一个炮弹 一不小心击中了 女孩藏身的地方 女孩健壮 准备爬到塔顶 帮助大黄蜂拆掉信号源 而大黄蜂这边 仍与蓝霸虎激烈撕打 只见他拿起铁棍狠狠锤打蓝霸虎腿 然后又一锤打在后脑上 眼看地面打不过 试图变成飞机向其发射攻击 下一秒直接粉身碎骨 红霸虎见转 也飞了下来与大黄蜂进行战斗 不料这时 女孩已经将信号源拆除了下来 整个信号塔停止了运行 愤怒的红霸虎将枪口对准母孩 危急时刻 大黄蜂将红霸虎摔倒在地 延续锤打他头部 不料又被霸天虎甩牌 然后狠狠地压在大黄蜂身上死死锤打 眼看就要隐恨西北 大黄蜂随即向远处发射了一枚斗弹 红霸虎还嘲笑他打歪了 但不料后方的堤坝开始崩塌 红霸虎反应过来试图逃跑 不料被大黄蜂狠狠按住 试图与其同归于尽 只见巨大的船只顺势而下 一声爆炸后 红霸虎飞灰烟灭 大黄蜂沉入水底 女孩伤心欲绝 直接跳入水中 游到了大黄蜂身边 好在大黄蜂依然存活 而在故事的最后 女孩还是与大黄蜂做了最后的告别 只见他摇身一变 从破旧的甲壳虫变成了超级豪车 然后缓缓离去 并于到来的擎天柱进行了会合